其實陳明浩也算是一個典型的香港聰明 一有機會就想舔好所有好處 他說宣誓效忠是被迫的 其實根本就沒有人迫他 是他不捨得份高薪厚職 早幾天去了台中三井Outlet 吃飯 吃這間點點心 即是吃港式飲茶的點心 可以喝到港式凍檸茶也不錯 點心水準就很一般 比起我之前在藍團吃過的品心 和在西區吃過的瑞泉 差點 大家有機會的都可以試一下 近期有一宗關於香港人移民台灣失敗的新聞 在香港那邊引起了很廣泛的討論 一致地認為那位香港人活該 台灣政府做得好等等 我作為一名吃花生的人 都想就這件事發表我的一些想法 那位香港人叫做陳明浩 新聞都公佈了他的名字 所以我都不用忌諱 直呼他的名字 他是一名香港公務員 太太就是台灣人 他想用醫親的方法 申請台灣居留證的時候 被拒絕了 陳明浩就不服氣了 上訴去到法庭 法庭就說 你想在台灣居留可以 不過首先你要辭職 之後再交生涯規劃給移民署 等陸委會和國安局去審批 但是陳明浩就堅持職 還好坦白說就算拿到居留證 每個星期都只會留在台灣兩三天 即是說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在香港上班 星期五晚上下班之後就飛去台灣和太太團聚 星期日晚就飛回去香港 這樣答當然就被人駁回申請 首先你陳明浩作為香港公務員 在2020年之後曾經宣誓效忠香港特區政府 批准你的申請的話就可能危害到國家安全 不過台灣法院都算有人情味 說你肯辭職的話 可以重新考慮你的申請 陳明浩拒絕 我都可以理解的 他在香港房屋處任職技術督察 我不知道他多少歲和他的資歷有多深 我猜他至少都30歲以上 30歲以上的話 資歷應該都不淺 我上網查過一下 技術督察的月薪應該接近10萬元左右 最差都有5萬以上 即是介乎20-40萬台幣之間 怎可能為了台灣放棄這個豐厚的報酬呢 另外他所謂的在台生涯規劃 都表明了他短期之內不會長住在台灣 只是會每星期快閃兩三天 這樣去申請多次出入警證就可以了 不用申請居留證 是不是純粹想幫自己留一條後腦 還是想來危害台灣國家安全呢 先不要批評台灣 一個普通人怎麼可以危害到國家安全 根據香港現在的標準 你唱首歌 喊句口號都可以危害到國家安全 那麼一個香港公務員為什麼不可以危害到台灣國家安全呢 丟不丟 其實陳明浩都算是一個典型的香港聖母仔 一有機會就想舔所有好處 他說宣誓效忠是被迫的 其實根本就沒有人逼他 是他不捨得份高薪厚職 他做的事其實是很多香港人都想做的事 即是賺香港的高薪 然後在台灣這邊享受相對便宜的生活水準 享受健保的醫療福利 假如他在2019年之前申請 他一定可以通過 可惜現在台灣的移民政策已經收緊了 他的如意算盤也打不響了 所以他就老修成路 做了一個愚蠢的決定 就是告上台灣法院 假如我是他的話 被台灣拒絕了移民申請 那就默默接受了個結果 再想一下有沒有其他辦法 但是他就偏偏走去告 現在他的情況就被台灣法院公告天下 全香港都知道你陳明浩想移民台灣 你的同事 上司 下屬 都知道你想移民 你的上司還會不會信任你呢 你還有沒有晉升機會呢 你的同事會不會當你是反骨 雖然陳明浩做了很多香港人都想做的事 但是他失敗了 香港人都恥笑他 因為看人仆街最開心 以後香港人講移民台灣 陳明浩就成為一個案例 我希望他和他老婆可以 長長久久白頭到老 他將來退休 或者還有機會可以再移民過來台灣 而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都給了陳明浩一個溫馨建議 說未來如果他願意放棄香港公務員的身份 他是可以再回來申請過的 我們一起祝福他 好了 今集我就先講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